Really not your kind of fruit 吃蔬菜就是要吃它的魂 怎樣烹調蔬菜營養不易流失 今天我們用三分鐘示範 蔬菜魂十斤炒麵 炒營養炒麵開始囉 首先我們從冰箱請出我們今天的主角 蔬菜 接著我們進行挑菜 枯的黃的爛的都摘掉 這段我們略過因為沒有拍到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菜葉類 青江菜、地瓜葉與菠菜 我們用流動的水洗菜 把泥土灰塵沖進即可 有洗菜藍的可以用流動的水泡洗 用小小的水流即可 這段影片也略過 切記我們在洗菜的時候 不要加鹽或者是洗米水 鹽會改變滲透壓 反而把農藥帶入蔬菜本身 而米其實也使用農藥的 所以別再把洗米水拿來洗菜了 也不要過份裁切 增加蔬菜的傷口 洗好菜 我們準備一鍋溫水 把菜直立根莖朝下的排入鍋中後 開大火 切記我們要用有蓋子跟手柄的鍋具 因為我們要進行一鍋到底的火速料理 在水溫升高的同時 我們可以把軟化的葉子輕輕壓入水中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加個香菇 將喜好的香菇隨意剪切 置入鍋中 因為是蔬菜混十斤炒麵 如果你冰箱有小番茄或是胡蘿蔔 現在也可以加入喔 接著我們繼續把軟化的葉子 再慢慢壓入水中 全程要保持蔬菜的完整 因為任何的折傷都會讓蔬菜水溶性的營養 流失在水中 緊接著我們正在請出三分鐘十斤炒麵的主配角 登登!泡麵本人 我們現在聽到的正是 它從袋子裡緩緩被取出的聲音 那麼我們用的泡麵、豐麵麵 其實不限廠牌、不限牌子 草魚民間隨手可得以方便為主 與此同時水給滾了 我們就放入我們的泡麵與全部的葉子 滾煮的時間大約15秒 不過要看自身使用的泡麵而定喔 而這包泡麵我們不需要用到裡面的調味包 因為調味唯有秘密武器 究竟是怎樣的秘密武器呢?我們看下去 滾煮15秒包括翻面的滾煮 翻面後默數5秒 5 4 3 2 1 好了 關火 加上蓋子 準備脫水 這一部分的時間一定要把控好 因為植物有很多水溶性的營養 它會溶於水中 如果時間過長了過分烹調 營養就會大大流失喔 在脫水的時候切記一定要把蓋子壓緊 不然整鍋就會倒在洗碗槽裡 如果你喜歡濕一點微微軟爛的炒麵 現在可以留一些水分 但我是全部倒乾 因為水溫會使麵持續的軟化 那其實這時候要維持內心是微微脆的 扯起來這樣才是最好吃的喔 在充分脫水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剪菜了 用夾子稍微固定一下 然後用剪刀開始剪菜 記得不要剪太碎喔 碎絲萬段 蔬菜就會魂飛魄散了 這樣我們在吃的時候 就吃不到蔬菜魂了 剪菜的時候其實要保留越大塊 營養素保留越高喔 不要把口腔的功能架空了 在咀嚼的同時 充分獲得滿滿的營養 根莖布我會剪多段一點 這樣待會會比較好入味 葉子則就少剪一點 根莖布可留可不留 全食物才有全營養 不過分裁切食物 不把食物切得太碎 其實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我們在進食的時候 可以慢慢品嘗慢慢咀嚼 進食的時候也可以拉長時間 不會吃得太快 接著請出的神秘嘉賓是 我自製的獨家調料組合 首先我們看到紅色瓶蓋這個呢 就是剁椒它是現成的 就是瓶蓋的這個牌子 買不到可以現切或是不佳 都隨意 那旁邊這一罐呢 是蒜油 是我做的 蒜末加三種油 之後會專門做一支視頻來講解 取調料的時候用的湯匙 在使用前後都必須要用乾紙巾擦拭過喔 那麼我們現在放入的是辣椒末 有吃辣的可以多加一點 不吃辣的可以不加沒關係 接著我們撈出了蒜末一小匙 也可以現切一小半蒜頭 看自己的口味 然後加入油少許 油你可以加家裡任何有的食用油 那如果你現在手邊沒有任何的調味料 就把泡麵的調味包加下去吧 然後現在一樣把湯匙擦乾淨 然後蓋緊蓋子再放回冰箱 接著從冷凍庫請出神秘嘉賓 這是我獨家自製的畫龍點睛配角喔 什麼食物加上它都超好吃 這是什麼呢 這是我獨家自製的醬油膏冰沙 這個會在專門做一期視頻做講解 那你現在就用現成的醬油膏吧 如果也沒有醬油膏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加鹽的時間 或是你可以把調味包的醬包放進去 接著這位是什麼呢 是來自冰箱裡的洋蔥炒肉絲 其實就看你冰箱有什麼昏菜 如果都沒有那就吃素吧 全員到齊後準備進行下一個步驟 開始囉 這時要大火快炒一分半 我們先把食物充分的拌勻 攪拌大約三秒鐘 然後要加入我們的秘密武器 沒錯就是一顆蛋 喜歡吃蛋塊的朋友們 這邊可以關小火等蛋八分熟的時候 再開大火拌炒即可 而我是希望它的蛋液均勻的包裹所有食材 這樣子入口會更順滑一些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不停的翻動 充分的攪拌所有食材 把它們混在一起 在拌炒的時候菜葉會微微出水 與我們剛剛加入的油與醬料 形成美味的湯汁 這個時候繼續大火拌炒 讓麵充分的吸飽湯汁收乾水分 我們就可以起鍋囉 這個速度一定要把控好 由於我們都是加入半成品以及熟的食材 其實稍微加熱一下就可以起鍋了 這樣麵條的口感就不會過分軟爛喔 好的我們關火的同時 剛剛沒有醬油膏的 現在可以拌入鹽調味 或者是拌入泡麵裡的粉包 在烹調的時候我們盡量把鹽放在最後家 才不會攝取過多的鈉 接下來我們進行擺盤的動作 當然如果你不想要多洗一個盤子 你可以整鍋端著吃 看到我們現在煮的份量其實蠻多的 但事實上我們只用了一包單人份的泡麵 就煮出讓你吃不完兜著走的份量 但是真心建議各位如果要自己煮自己吃的話 就直接整鍋端著吃吧 因為擺盤到頭來麵已經乾掉了 雖然它乾掉冷掉也是很好吃 畢竟我的調味這麼讚 真的很厲害耶 好啦有看到我正在努力的擺盤吧 但是因為這個擺盤真的有點難 好啦算了啦這個太難擺了 非常感謝看到現在的各位 記得訂閱我喔 愛你們 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當季食書四五把 香菇一朵 辣椒 蒜 油 醬油膏 洋蔥炒肉絲 少許 尋愛的黑暗料理 我們下次見 讓人分享 julien 下年 提喬 好的 提供 螞點